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三家芯片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计划于下周前往华盛顿 对拜登政府展开劝说 报道称 这些公司并不指望阻止美国政府所有的行动 但他们察觉到了一个说服拜登团队的机会窗口 并希望使其明白 扩大限制将会损害中美两国官员努力建设更富有成效关系的外交努力 知情人表示 这些公司认为 切断与最大市场的联系会损害他们在推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力 并最终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 一名美国公民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游览时 越过寒潮边境 被朝鲜军方拘留 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 正在与平壤当局接触 当地时间7月18日下午3点27分左右 一名美国游客随旅游团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参观时 突然越过军事分界线 进入朝鲜 紧张的边境村里似乎没有发生交火 来自朝韩双方的士兵在那里全天候面对面的站岗 驻扎在边境村庄维持韩战暂停状态的多国部队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 他正在与朝鲜军方合作 以解决这一事件 司令部没有公开证明美国人的身份和详细资料 根据韩国军方的消息来源 越过边境的美国人是一名美国驻韩部队的美国陆军士兵 中国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TAMU近日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新诉讼 指控快时尚跨境电商 沙恩违反美国反垄断法 加剧了争夺快时尚市场主导地位的法律冲突 TAMU在起诉书中称 沙恩利用市场支配力量强迫服装厂商与之签订独家协议 阻止他们与TAMU合作 TAMU方面批评 Shine的行为将导致价格上涨 消费者选择减少 还阻碍了美国超快时尚市场的扩张 与此同时 Shine的发言人7月17日则回应称 TAMU的指控没有根据 将积极应诉 两家公司此前已在芝加哥法院陷入法律冲突 在那起官司中 Shine指控TAMU与社交网络红人合作诋毁Shine TAMU已提交动议申请驳回该诉讼 但法院尚未作出决定 仍在审理中 如果TAMU失败 其可能会被迫减少对以社媒红人为关键的营销手段的使用 路透社指出 伴随着TAMU知名度的与日俱增 类似的诉讼将会越来越多 包括IP以及与数据相关的事宜 都有可能成为争执的中心 圣贝纳迪诺警方7月17日表示 最近在圣贝纳迪诺进行的人口贩运调查中 共缴获了129支非法枪支和60万美元现金 缴获的枪支包括非法幽灵枪 改装全自动步枪 各种弹药 大容量弹侠 现金以及数磅冰毒和可卡因 警方称 这些枪支是由非法门店制造的 包括一家汽车修理店和一家枪支零件店 这些门店充当了非法贩运枪支的地下业务的幌子 毒品贩运也时有发生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7月18日消息称 连日不断的强降雨造成韩国44人遇难 6人失踪 该国15个市道123个市郡区提前避险转移8584户 共13459人 其中有5685人仍未能返家 912处公共设施 574处私人设施因灾受损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10647万公顷 64.4万只家畜死亡 韩国国防部周二表示 韩军方15日至今已投入2.2万余名官兵抢险救灾 动用超过540台设备 空军向武松地下车道水烟事故现场派遣了航空救援队 还在李泉一带为山体滑坡事故善后抢险 陆军组建暴雨受灾修复作战工作组 协调向大规模受灾地区集中投入特种兵和装备等 韩国气象厅预报称 19日至20日 已遭受强激风降雨袭击的南海岸及中部和南部地区 将迎来新一轮暴雨 受灾严重的中清南部地区或将遭受二次灾害